大马路上一辆红色车子 心机可疑 警方上前拦减 没想到他不但不停 还违规跨越双黄线 跑到对象车道 之后又绕回来 一路往前狂飙 接着画面一转 一栋商办大楼前 范贤徒步卯足全力往前狂奔 沿着车道跑进大楼内 警方继续追 可是却把人给追丢了 之后警方还一度跑出来查看 过个几秒钟范贤就溜出来 假装是路人逃逸 只是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这么心虚要跑给警察追 新北市中和区新南路 39岁的沈南遇上警察 可是却当街跑给警察追 当时这名范贤就是在这个路口 遇上警方没想到他却拦 不停假回转 直接加速逃逸 一路违规闯红灯 逃到和平西路一段 车子还擦撞到小黄 之后跑到中正区和平西路一段 大楼前干脆汽车徒步逃逸 当时这名范贤一路从中和逃逸 到这里还一度躲在大楼里面 让警方找不到人 最后从防火箱逃了出来 警方事后调阅监视器追人 锁定对象才发现 他原来是一名通气犯 男子莫名其妙冲进大楼内 把大楼住户都吓坏 刻意制造断点 让警方追气困难 事后从监视器发现范贤 和另一名女子有聊天 询问后才掌握男子通气身份 追到住处男子却已经藏匿无踪 警方步驾天罗地网 要把这名嚣张恶徒逮个阵着 记者机关红黄玉涵黄灵娟 新北报道